2022接近尾声 跨年演唱会或是街头快想活动将陆续登场 但做怕人潮推挤发生意外 韩国利太苑发生踩踏事件 当地民众事后才收到国家级警示通知 如果发生重大意外 台湾有办法更早收到通知吗 目前细胞简讯主要用在预防天灾 或是新冠肺炎等隔热等疫情通知 针对可以预测的灾害 例如土石流、豪大雨会预先通知事发地点附近的人 不可预测的突发状况则是在事发后通知民众回避 像是演唱会等等非公部门举办的活动 万一有状况会有当地市府通知疏散 至于公家单位举办的活动 有事故未来不排除会以细胞简讯来通知 但还没上路前只能先靠活动现场人力 台北市政府网站也有设置旅游人潮警示 绿色灯号代表人潮正常黄色偏多 如果出现红色就是人潮过多 包括西门丁、士林商圈、信义商圈都有灯号可以参考 我们主要是利用电信信令以50公尺乘以50公尺为单位 去回推各个景点的人潮 商圈里面的上班族人数 还有在地的这些居民他们并非游客 因此我们也会依照平日假日 还有白天跟晚上会有不同的判断的词 绝对大选即将到来 各地都会开始举办造势晚会 万一涌入过多的人潮发生推挤 甚至有突发状况该怎么办 得靠警察来帮忙 以台北市为例造势活动地点 周遭分局会派警力支援 维护现场秩序避免冲突 消防局也会出动人力 设置紧急救护通道 并且有防踩踏小组在现场戒备 发生冲突或是涌入过多人潮 警校也会立刻封闭周边道路 避免再有人靠近 防止意外再扩大 TVBS新闻王宏林国以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